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一切事情就是我们会好好处理 今天假日可以玩好像就有凯文主讲的 大星先等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这盒子 因为老师今天穿的是裙子 他也不太方便直接这样跨出来 他困在这个盒子里面到底要怎么出来的 到底要怎么出来的 好啦 那我们派大星去把老师救出来好了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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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吗 对因为我在的世界很奇怪 怎么说很奇怪 我觉得我应该有办法自己走出这个盒子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那各位观众准备好了没 有这样的 准备好了 那好老师 我们就看你怎么逃离这个盒子吧 那我可能需要一点掌声 好 掌声欢迎苏晴晴老师 好 那我们再以热烈掌声欢迎苏晴晴老师 谢谢 谁刚刚说是动画 谁 好 这动画也拍太快了吧 当场的努力 刚刚没有那个真的 我也是动画是不是 好 谢谢 欢迎大家来加热烈掌声 好 先问一下第一次来的举手 哇 今天这么多青红友 好 我们欢迎青红友 好 刚刚有被吓到的举手 大人不要轻 对啊 都没有被吓到 我们精心安排的出场 这样不是 有点漏气 好 既然大家都没有surprise 那本来呢 参加完今天家具 有帮大家准备一个礼物 看来大家都不是太喜欢这个礼物 刚刚那个盒子 有没有感觉都很想去 走进去 走出来 照个想 有 那你们都没有觉得很好玩 那干嘛要照相 好 那reset 刚刚没有做好这个问题 特别重新再问一次 刚刚那个盒子 你觉得哦 好有趣哦 好想照相跟他留念的 举手 好 谢谢 我今天有好多好求的唱歌哦 谢谢 所以记住朱老师的话 你先在那边 很开心的玩两个小时之后 结束的时候就带一个 很棒的纪念品回去 那个拔麻都有关 是手机相机 有没有 结束的时候 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去 刚刚那个盒子照相 然后朱老师会告诉你 刚刚那个盒子有什么习惯 好不好 为什么你这样就走出来了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那 先破题一下 今天的题目叫做 科学艺术连线 跨界学习体验 为什么科学跟艺术会 抽在一块 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科学很广 因为科学很广 艺术很宅是不是 知道吗 有没有小朋友想要跟我们分享 好 这边跟各位家长分享一个 有没有发现就是越小的小朋友 他们就越敢乱讲话 越大小的就越不敢乱讲话 等你大到你变成大人 变成爸爸妈妈以后 你可能就是在座最拼的那位 同意吧 对不对 好 但是你既然来到 假日科学广场 就不能拼啊 你就要放开来 然后玩得很high 这一点可以答应朱老师吗 可以 好 所以 我们今天的主题 为什么有这个 今天的这一次 假日科学广场 其实很妙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今天讲师 朱庆奇 我是中央大学物理系的老师 同时是科教中心的主任 好 我没有经营这个科教中心 真的是不容易啊 所以各位今天在这里 就是可以进到这个场次 其实是 我很感谢大家 是因为 这个场次在当初开放 要报名的时候 其实没有任何的关键字 然后大家就 五分钟之间就 就爆满了 怎么会这样子啊 所以 可能那个 朱老师过去的那个 credit还不错啦 那 如果你还记得 那个关键字叫做 爱学 有没有小朋友知道 爱学是 是什么 是某一种特殊的 下学现象吗 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 有没有小朋友 哦你太小了 你说 错觉 错觉 所以爱学是错觉 可是刚刚有一个妈妈说 他是一个人 可是这个人是错觉 那个人发明错觉 那个人发明错觉 好我们可以 比较广计的说 爱学是一个艺术家 可是朱老师今天 要把这个艺术家 做的事情 跟科学连起来 所以叫做 科学艺术连线 好 那我们破题一下 就继续把它走 为什么有这场 家人科学寡床的发想 原因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国内有一个展览 是展出爱学这个艺术家 这个画家 他的画作 那他的画作 是第一次 我们创了 就是这个主办单位 创了故宫的一个记录 就是国立故宫 我们全名叫 故宫博物院 那他们的展览 都会展什么 小朋友跟我讲 故宫博物院都会展什么 宝物 是什么 艺术 艺术 宝物 古物 古物 对 国宝奇物品 国宝奇物品 很好 可是他从来没有展一个东西 跟科学这么的接近 跟数学这么的接近 好 这是过电话 回找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就是主办单位 他们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副理 也来到我们的现场 跟我们今天一起同乐 然后非常支持我们 假日科学广场的朋友们 所以待会呢 如果你们想要看这个展的话 欢迎 我们待会会开放那个订票时间 好 因为主办单位在这边 所以拿到的票 应该是最优惠的票 好 什么展呢 就是一个 这个错觉艺术大师爱雪的魔幻世界 画展 听起来是一个画展 对不对 可是 好 这些是我们主办单位的首页 然后这边有介绍一下这个画家 那展期是从2月27号到6月2号 所以时间其实很短 所以就欢迎大家 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可是在座 你在参加这场下日科学广场之前 你就认识爱雪这个艺术家的请举手 你看过他的画 或听过他的名字 哇 好 果真如我预期 你听过他的名字而已 好 那我们稍微 介绍一下这个画家 这个画家的作品呢 如果你透过比较学术的方式搜寻 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 看到他 这是画家的真画像 他长这个样子 他是一个荷兰的画家 那画的东西 为什么会跟数学或科学 有这么强的关联性 大致上可以看一下 我待会有给大家看一些画作 但是你至少知道 他是一个荷兰的画家 然后他画的东西很有趣 怎么有趣呢 刚刚开场 开场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看这段影片 The amazing thing about M.C. Escher is that he represents the perfect part of the mathematics 你们看到他的画很妙哦 这些小朋友听不懂没有关系 born in the Netherlands in 1898 Morritz Cornelius Escher had no formal training in mathematics 他不是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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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数学家 他不是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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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发现他有很多 幻片人做的 跟这个词专事 Hut 是像 从那种礼物 他会花 novices 多久的地步 在数学家 以美学家 马赛克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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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赛克 这是一个 主意的 はい 你想 爱学 绝对 你 大家可以先觀察一下 因為現在這個系列作品 剛好我們今天沒有時間帶到 所以我們至少看一下畫質 我們這邊看一下 這個會跟我們今天有點關係 這個人很開心 然後看到的人都說嗨 嗨 這個人很憂愁 你看他嘴巴都撇下來 然後怨氣很重喔 非常怨念 然後都是指著別人罵 都是你錯 都是你不對 然後這什麼爛人聲 我受夠了等等 然後這兩個人全部 接在一個皮面上 我們今天會稍微跟大家看一下這個作品 這個是什麼小朋友 龍蝦 這邊先提醒大家看一個重點 你看喔 這邊是一個幾邊形啊小朋友 六邊形 六邊形 好 從六邊形當作基礎 然後當作基本 把整個皮面貼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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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嘛 然後他把六邊形變形變成一隻這個什麼 蜥蜴對不對 好然後呢這個蜥蜴很妙喔 他從這個圖畫裡爬出來 後面的真的 爬一圈 爬回這個圖畫裡 這幅畫是愛學很有名的作品之一 那就是這樣 他在透過科學學家的關鍵 它變得更深的科學學家 你會得到各種資料的構圖 在各種範圖和形式的形式 我問小朋友 這個點點是拖出來還是要進去 哎呦 到底是拖出來還是要進去 好 來 絕對是拖出來的舉手 好 絕對是拗進去的舉手 好 放下 剛剛覺得拖出來的人 現在想像他是拗進去 剛剛覺得是拗進去的 現在想像他是拗出來 成功了以後 舉手 啊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人生怎麼會這樣 欸 這樣不是很妙嗎 所以你的眼睛很會騙你齁 好 這幅也很特別 白色的是什麼 天使 對不對 黑色的是什麼 惡魔 惡魔 天使跟惡魔共存 好 再繼續往下看 好 這邊講一下 這部作品 你看喔 中間大大的 然後越往旁邊越小 可是越小是不是就越多 啊 這魚就越多喔 對不對 然後就變成 喔 你就覺得他是立體的 可是他就畫在 他就畫在一張紙上啊 怎麼會是立體呢 立體感 立體感 所以我們的眼睛一直在騙我們 是不是今天上完課以後 大家都覺得算了 我以後再不要相信我的眼睛 我已經看到的都是錯的 我眼睛喔 我眼睛喔 好 這個就是 Impossible Triangle 我們今天會做這個作品 它為什麼叫做 不可能的三角形 小朋友有看出它哪裡 不可能嗎 好 有一個看出來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八個 喔 所以 還沒有看出來的 代表著眼睛很厲害喔 為什麼眼睛很厲害 因為眼睛沒有Kearly 角度問題 只是角度問題嗎 好 角度的前方下 一個待會兒我們都會再深入研究 螞蟻 螞蟻在爬一個帶子 的意見 就是 他們示範我們 我們不只是 感受到世界上 感受到世界上 我們心臨其實 會承擔著 他們所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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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cher's Visual Illusion 是他很有名的一幅畫作 一個真正的工作 為什麼 這件事是 左手畫右手 右手畫左手 右手畫左手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一幅畫 大家仔細看喔 仔細看喔 仔細看什麼 水現在是往這邊流 來請告訴我 這樣子是往上流 還是往下流 往下流 哎呀 奇怪了耶 平常在學校上課的話 如果這樣回答老師 老師就瘋了 不知道要怎麼上下去 我覺得好像是往上 可是你看這個梯子 有沒有看到 這梯子是不是一路往下啊 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水如果可以一路往上流 流到瀑布的上面 然後自動掉下來 推動這個水車 水車再把水往這邊帶 一直流一直流 哎呀 太好了 就不用廢何大遊行 對不對 因為我們就有免費的能源 可以一直用一直用 不是嗎 所以這件事 可能有點蹊蹺喔 怪怪的 這是阿里怪怪的 柱子也怪怪 這個也很過分 為什麼 這群人一直在上樓屏 這群人一直在下樓屏 你活到這麼大 你曾經有一個樓屏 又爬不完嗎 一直在上樓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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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電影裡面 除了作夢 這群人一直在上樓屏 然後這個叫 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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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想跟大家分享 但是可能沒有機會分享 所以各位如果要領略那個 未經之夜的那個部分的美感的話 歡迎去看這 好 那我們就開始進行 為什麼會有今天這個主題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朱老師其實有個心願 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科學或者是科學加數學 這樣的東西 跟藝術並沒有這麼遠的距離 因為你看一下這個新聞很新 2014年2月14號 慶祝情人節 沒有跟情人節沒有關係 對不起 好啦 所以英國有一個 對他們就研究出來說 其實數學家在做研究的時候 他們如果看到一些發現 他所獲得的行樂 或者是他在大腦裡頭 產生的那個反應 你把大腦的FMRI照出來後 你發現他跟藝術家 不管是音樂 繪畫 文學 他們在從事創作的時候 那個大腦的樣子是一樣的 好 可是我們知道 只要所有的新聞 只要寫一下什麼 根據英國研究報導 很多人就會說不相信 是不是知道朱老師在講 這可能大人才聽得懂的梗 所以 所以 朱老師有把這篇論文找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請趕一下 他呢 怎麼測試 他給大家看 史上公認最漂亮的一個數學式子 跟 公認最醜的一個數學式子 最漂亮的數學式子在這裡 最醜的數學式子在這裡 最漂亮的這個數學式子叫做 尤拉公式 他在講 我講一下 雖然我不是數學家 但是 既然是跨界學習嘛 我們就來 我也要跨界啦 然後跨到數學 數學上 1、0、π還有自然指數 1、2、3、4、5 這五個東西是數學史上 或者是在數學非常重要的 最基本的五個元素 1 很重要 0 更重要 0 是在1之後才被發現 π 小朋友知道了 什麼是π 一個人 好 你說 元素率 元素率 很好 元素率是多少 背到第100位 不行喔 我以為每一個對數學有興趣的小朋友 都可以背到第100位 3.1是159 一直往下背 那個是π 這個可能就要大朋友才知道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 這個 我們中央同學幫忙舉一下手 要不然吵那邊太難看 最到自然指數 這個知道之後 還有人知道這個嗎 I 虚數 虚數是幻想數喔 好 我跟你講 I 是什麼 I 的平方等負一 太過分了 怎麼會有這種奇怪的東西啊 好 不管怎樣 你如果後面這個都搞不清楚 你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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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五個東西是數學裡頭最重要的五個元素 而這最重要的五個元素 竟然可以被寫進一個等式 這樣是不是很過分 如果你是第一次發現這件事情的人 你應該會覺得 我的媽呀 這個世界到底是怎麼造出來的 假如上帝在造這個 假如真的有上帝 然後上帝在造這個世界的時候 他到底是用什麼食譜在造的啊 這個食譜也太厲害了吧 竟然可以把這些東西全部關聯在一起 數學 朱老師講一個 我有很多感動是來自於什麼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宇宙有多大 有沒有 這應該是未來的科學家 就知道我們現在正在解決 宇宙到底有限還無限 但是根據最新的科學研究 我們的宇宙啊 比如說我們的宇宙的年紀 比如說大約一百三十七億年 想一想你每天晚上看到的星星 你看到那根星星 如果距離你五十億光年 什麼叫做五十億光年 光走得非常快 一秒鐘走三十萬公里 光一秒鐘走三十萬公里 這個呢 星光 星星發出來光 從那裡到達你的眼睛 要花五十億年 小朋友可不可以想像那個星星有多遠 很遠對不對 非常非常遠 可是你竟然就站在一個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五十億年前的 某一顆星星發出來的光 到達你的眼睛 所以你同時經歷了五十億年前跟現在 我講的小朋友聽不懂 我講的小朋友聽不懂 可是大人應該就有一點點FU了 科學家在發現這些東西時候的喜悅 不亞於這個等式 現在你們看到這個等式 好啦 那個最醜的 我們應該不用解釋它有什麼最醜 真的很醜 又是次方 然後又是階層 然後又是 summation 然後還要加到無限大 這樣我的媽呀 趕快把它關掉 好 太恐怖了 所以它是最醜的 然後我們回來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講這一堂 嘿 透過藝術 你也可以把藝術科學這些 全部都念在一起 我們現在來玩光的遊戲 這些是你在大一點小朋友 你在學校學的時候 老師可能會跟你講的對不對 折射啊 彈射啊 透鏡其實就跟折射是有很大的關係啊 沒有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愛雪做了什麼事 小朋友在這幅畫裡看到什麼 水晶球 水晶球是透明的還是透明啊 透明的 哇 那這是透明的嗎 好像不是透明的耶 你要不要看到那個裡面有一個畫家 那個畫家就是愛雪 愛雪他在畫 他在畫什麼你知道嗎 就在畫這幅畫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個藝術家他在想什麼 他想的事情真的都很奇怪 有時候比科學家還要奇怪 好 再看這個 來 我們請小助教們 把每一個小朋友的球都放下去 然後各位你們在桌上我們會 每一組幫你準備這兩個球 但這個是不能送給你的 因為這個很貴 好 做老師拿了一個這個 待會你拿到的是小球 做老師現在拿到的是大球 然後我們要做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就是我不管世界各地愛雪的展覽是怎樣 但是我們要在台灣要做一件事情 待會每一個大朋友小朋友手上都拿著這個球 然後我們來做這個動作 然後我們有親愛的攝影師跟狗仔隊長 因為我的照相手在哪裡 這裡 然後我們一起來拍一張照片 好不好 你看全場一將近一百人 然後每個人都做出愛雪的這個動作 可是小朋友先想一想 你要用左手拿球還是右手 告訴我這幅畫是左手還是右手 來右手的舉手 哎呀 左手的舉手 我快發瘋了 為什麼又有人覺得是右手 又有人覺得是左手 來小朋友自己拿拿看 你拿著你的球 然後觀察看看 盡量做出來跟畫面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動作 然後觀察一下你看到什麼 小哥的小哥的也發下去 小哥的一顆透明的一顆反射的都發 有材料的就可以拉 好 然後朱老師這邊要提醒 給你們一個暗示 小朋友仔細聽喔 因為這個跟朱老師剛剛問你的問題有關喔 好 朱老師給你的暗示是 艾雪 艾雪這個藝術家 他是左撇子 欸 左撇子是什麼意思啊 他畫畫中用哪一隻手 他畫畫用左手的話 那他要用哪一隻手拿球啊 所以那隻手是右手 欸 欸 既然那隻手是右手 可是為什麼畫出來是 看起來是左手 如果 如果剛剛小朋友仔細聽朱老師講話 艾雪做很多事情 他都是用板畫 板畫就像蓋印章一樣 你今天要蓋印章的話 你的名字是不是要倒過來寫 就是要做一個鏡像 鏡子的鏡 可是在這幅畫裡頭 艾雪 反其道而行 他不是用 原來板畫的方式 所以他實際印上去 跟你之前刻印到的方法是一邊倒的 所以 答案揭曉 這隻手是艾雪的左手還右手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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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是右手 因為 呃 搶反 搶反 跟誰搶反 跟你的手搶反嗎 跟他自己的 像 畫出來的搶反 畫出來的搶反 好來 現在自己會開放的時間 不管你們關牠是什麼 現在就是關牠的時間 小鼓掌可以閒字 然後 爸爸媽媽也可以幫小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 你在反射的球裡頭 看到什麼 好 然後等一下我要問你 看你們一分鐘 可以 等一下 你們 私 我們 你們 等一會 我們